一輛開在後方的白色轎車 看起來毫無剎車就直直撞上前方休旅車 碰的一聲瞬間地上漫是碎片 白車還沒停住又往前爐 休旅車被撞到對上車道 猛力撞那麼一下下場超級慘 白車前保險桿整個掉落還卡在休旅車上 車頭嚴重毀損硬清水箱全都漏 但被撞的休旅車看起來沒什麼損壞 因為白車撞上的客室價格堪比一棟房子 要價800萬的賓士巨獸 跋山涉水通通南部倒塌 擁有獨特造型堪稱性能最狂 30年來歷久不痠的車種 福斯小鋼炮對上他 糟縫根本是指向撞坦克 6號早上8點多上班時間 白車駕駛依次分心恍神回程時 來不及了直接撞上前方這台巨獸 一台車撞了移動房子 不只賠上了自己的車 巨獸的車損他可有的賠了 記得李孟章 李維珍 台中報導 李孟章 李維珍 台中